最近高剑离不是重做了吗 多加了两段位移 是这个英雄开始有了突进和拉扯的呢 也使他拥有了无限的可能 就比如说闪现惩戒狂暴 呃 冲单 打野 电路 啊你这就有点蠢了 哎那可不一定 今天我就用重做之后的高剑离都尝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首先是打野 刷完野球来中路蹲一波 蹲到我直接上 时间就给他秒 估计此时的安琪拉是又梦又剑 你咋知道 哼不切得退我做这动作 很快啊 安琪拉估计是去不过 又带着刘备过来翻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不要上 让他们把戏都往队友身上交一脚 再开着大招冲上来 真狗呀 啊来吧 刁臣你好 好安琪拉 那这笔账我就算在你身上了 开启大招直接月塔 我看中的女人 风月塔跟李信也拦不住 才会下路把正式做一做 节奏直接起飞 再给你们看一下 我摇滚少年的拉扯能力 这里刘备绕后我们开启大招 接个二一划铲拉开距离 刘备自知追不上我放弃了 李信还在苦苦追赶 快追上了再来一个二一划铲拉开距离 回头强化苦苦 直接拿下回到线上 同样的分路 同样的角色 只不过这一次的我啊 更加强大 不需要队友 也直接拿捏 而比打野拉扯能力更强的自然就是中单法王高建里 看到机会直接二三大招打满伤害一技能输个 熊滚兽也好帅呆了 而比刚才更帅的是我身边还多了一个朵利亚 这就代表着我将会有两颗大招 质问谁 哈你疯了 才更是检验真英雄的时候 呼 准备好了吗 我来了 号闪接一开启大招瞬间爆炸 然后朵利亚给了我第二个大招 开启大招带走王中 还有一个伸手跟跟屁虫似的在后面求追 我拿下二一技能 然后回头配合赶来的镜直接拿下 呼 犯牌 臭就这么简单 仅仅需要这么两波就可以 拿下水晶 接下来就到了万众瞩目的编路时刻了 开启狂暴谁都不爱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哪怕再多一个人又如何 反正我们多两个人 打下哈 不知不觉 连杠四了 而尽管这样 我依然可以两军从中 去射手手机 暴打云鹰 稍后收割 退掉水晶 最后总结一下 边路高建里确实不推进 打野四级之前较为弱势 如果能保证前期刷野的安全 那确实可以一试 至于中路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强度直接上了一个档次 逆风团战更是出其不意 扭转战局的神器 开启大招 这个而已花铲冲上去 瞬间爆炸 对没错 我说的是水晶 对了 你也把关注给我点了 嗯